各位姊妹們,看師他們是很安靜的一群 但是藉著他們的手語,他們的一舉一動 能夠展現出他們活潑的一面 那我們在他們見證的同時呢 請愛河區的弟兄姊妹們,找我們預備區,來做預備 哈利路亞 好,弟兄姊妹,學了我來拍,寫手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歐! 歐! 主耶穌! 歐! 主耶穌! 歐! 主耶穌!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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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做一個見證 我是孔福神弟兄 在平常區聚集 我們的每次聚集的生活 在周厄有禱告的聚位 大概有十人左右 我们一同的在厅障区的聚集的场所 有那个祷告聚会 周三周四我们会去看望这些朋友扣门 周五我们在新盛 也大概有十五位到二十位的圣徒留学 那个厅障的小排聚集 在主日的聚集里 以前我们大概二十多位而已 现在主一直加给我们大概四十位左右 另外我们都会在主日常待朋友来聚集 主会加给我们这样的人数 我们每年有两次的聚集 一个是特畏的香调 另外一个是出外的香调 我们会到台中到台南 以及在高雄 每两个月有主书的相调聚集 在一起 感谢主 我们希望听了呢 弟兄姊妹 还有朋友 可以带到我们这样的 听障的聚集里面 阿们 帮帮我们来建造基督的身体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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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朱正銘弟兄 西柏蘭十章二十五節 我喜愛過小孩的生活 所以不可放棄我們自己的聚集 好像有些人習慣一樣 但要彼此勸勉 既看見那日子臨近 就更當如此 阿們 這是今年1月1號得救的陳耀祖姊妹 阿們 我是聽障區的陳姊妹 因為小時候爸爸媽媽常常會帶我到教會去 但是因為我是聽障人士 所以在溝通上與別人很難有一個互動 所以都要透過紙筆才能夠溝通 所以因為他聽不見 所以他就沒有到這個教會裡面去了 但是在前幾年的時候 他在工作上遇到了李昏林的李昏林弟兄 把他帶到這個照會裡面來 然後邀請他到這個聚集裡面來的時候 藉著手語能夠看見 能夠看見這個照會生活的甜美 也能夠藉著週五還有主日的小牌 週五的小牌還有主日的聚集 能夠看見更多的聽障的弟兄姊妹 聽障的聖徒 借著手語不斷的交通 能夠看見這個鼠林上的事物 能夠看見這個在手語上也能有更多的操練 更多主的話進到他的裡面 所以他很恐怖來到這個週五的聚集 還有主日的聚集裡面 能夠與弟兄姊妹更多的交通 所以他在今年1月1號的時候就受盡得救 能夠願意讓主與主的兒女們有更多的交通 使我們的生活能夠更加的新鮮活潑 弟兄姊妹也常常到以過也曾到家裡去看望他的父親還有弟弟 向他們傳揚福音 希望他們也能夠得救 在小牌裡面有更多真理的問答 彼此的建造 希望能夠借著弟兄姊妹的交通 使我們建造 也借著帶導 使我們聯絡在一起 使我們 在聚集裡面也常常借著與聖徒的交通 彼此帶導 使我們過的生活 常常都能夠有主的統戰 藉著呼求主名 能夠如主的話 一同建造基督的身體 祢祢 我們都快速而遵通 哈雷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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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喜愛過小孩生活 在聽障區與聽人一區一起相調 建造基督的身體 阿們 我們謝謝聽障區的弟兄姊妹們的見證與交通 他們實在印證了一句話 這個...還有一個人嗎? 還有一個 阿們 我是張正賢弟兄 我們現在有蒙恩見證的分享 感謝主在這個站會有許多聽障的弟兄姊妹 在周二的時候有一個禱告的生活 藉著這樣的交通 藉著更多的交通 能夠將這樣的福音啊 帶到這個照會裡面 他今年也帶了四位的福音朋友到家庭障區 一同的有交通希望能夠帶他們得救 在工作的事上呢 因為他之前是約聘人員 所以他在這樣工作的事上其實很不穩定 單屆的弟兄姊妹的帶導 感謝主就是一切都不必憂慮 都能夠讓主來做 不管環境如何呢 我們...不管環境如何 我們都需要相信主 他會帶領我們 成為我們的一切 阿們 阿們 阿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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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實在是印證了一句話 阿尼